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我们起床了 看这个蒸汽水 我们昨天盖了三个被子 真冷啊 不过睡得很好 给大家看个外面 那边是黄河 今天天气不错呀 星哥 雨后的天气好 星哥请来跑步了 昨天下了大雨 把我们车都洗干净了 但这么早那边就来旅行的了 树也好干净 起床 大家早上好 我是冰冰 我是阿欣 今天是我们房车旅行第二十天 第二十天了 目前位于我们乌海湖的旁边 我们昨天到达的乌海市 就停在黄河边上了 睡了一晚非常的安稳 因为昨天整夜的大雨 然后房间里非常的 房间里车里非常的凉爽 是很舒适 那你不是有事情要跟网友商量一下 跟大家交代一下一个事 就是目前视频我们发布的时间 不是晚上七点左右吗 目前有很多朋友跟我们留言 或者私信说能不能改一下时间 早上发布 因为日更嘛 早上发布的话可能说一整天 大家有空那就随时看了 比较新鲜 所以想咨询一下大家 如果改成早上发可不可以 可能就七点啊 这样一个时间 吃不 阿兵 有两部分吗 有一部分支持早上七点发 一部分支持晚上七点发 我们就在视频里问一下大家 到底怎么选呢 大家给个建议 我们都会参考 接下来我们吃完饭就出去转一转 等大家拍一拍黄河景色 我现在就在黄河的旁边 看一下我们的黄河 这个是黄河图经 这属于是乌海湖啊 乌海湖又称黄河明珠 它是属于黄河的水域的一部分 让大家很惊讶的就是呢 对面是沙漠 现在你看黄河沙漠和天 仿佛是一个颜色是吧 因为这个水蒸气 现在水气特别的大 昨天下过雨 现在我们的黄河上面 有一艘船 我早上就听到了 我们往那边走一走 黄河非常的震撼 尤其是昨天我们刚到这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已经很晚了 它是两种感觉 就是昨天是波涛汹涌 今天风平浪静 对 这边太阳还挺大的 有点遗憾啊 本来想带大家看看 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乌海湖 非常的壮观 但是现在飞不了飞行机 因为这边是属于在施工近飞 那我们得换个位置去那边 挺远的 是不 就离开这一片了 得离开这块啊 估计就不行了 嗯 就那么看一看吧 因为可能在视频里看不出来有多么壮观 想要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在这的感受 挺遗憾的 我们现在往回走了 回车上准备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住车地 都走一走看一看 这块还挺好的 特别香 花草的香 特别温馨 其实昨天在这住的挺好 但是我想去一个新的地方 嗯 每天换不同的停车位 在不同的地方醒来 今天也不一样 每天都是未知的美好 这个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冰冰在这坐有一会儿的 然后等他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就坐这个胖蹲蹲上了 你在干什么 好舒服呀 因为这个蹲蹲好烫 很舒服 烫 这么热的天 为什么呢 从乌海湖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房车后面有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乌海市的 这属于乌海市的内蒙古家居博物馆 听说里面有大量的内蒙古制的家居 可以看一下 跟我们现在的家居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就是博物馆了 我们现在在门口 北方家居文化博物馆 它拥有三个展厅 07年建成的 2000多平方米 主要就是 咱们清末民初的蒙古族家居 咱们去看一看 这个好复古啊 星哥 挺好看的 这个大门好气派 带大家看一看 咱们内蒙的 开错门了吧 是这边不 它没开吧 没开啊 这边好像有个贴纸 呃 周二至周五 九十十十五晚 下午三十十十五晚 完了 烦了 打烹饭了 打烹饭了 嗯 哈哈 哈哈哈 啥也没看成 回去吃饭吧 我饿了 走吧 回家 回家 星哥 嗯 我们今天 就是让我感觉到 有一个冥冥之中 有个暗示 什么暗示啊 就让我们休息一天 觉得我们太辛苦了 耶 哈哈 其实是觉得我太累了 你太累了 也该谢谢了 我们把车停好了 停到了 我们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特别好 大家看一下 还是特别多的车位 随便停 喜欢这样的地方 有树烟 冰冰给我们做饭呢 看一看我在干什么 嗨 这是我们出来这么多天 我第一次把这个打开 哎 玩的是什么游戏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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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么法官 对啊 这边 地图啥也没有了 这是 我在家已经 当上阿尔登之王了 但出来之后呢 这是Pi4吧 就去冲头来玩 如果大家对游戏感兴趣呢 给大家聊聊游戏 分享游戏也行 在房车上 怎么玩游戏 我端上来了 哈哈 是 这两边有点上火 去求点 好的 这就是生火啊朋友们 这就是生火 外边是鸟语花香 凉爽 茉莉蜜茶 冰冰特制 我把这个茶叶和糖 冻成冰块了 想喝的时候 就直接放杯里两块 又凉爽了 杰克 不用买颜料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星哥这两天有点 头有点不太舒服 我们这属于 遮遮腾腾嘛 一直在开车 在路上啊 来回奔走 所以他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 头会痛 就是左侧一头疼了就流眼泪 他流眼泪 刚吃完药了 没缓解 我以为能好了吗 他小的时候头受过伤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外伤隐形 但之前发布已经检查 说这个没什么事 我估计就是累的 是不是 不可能吧 就是呢 老累 就是这两天我们在乌海 还是等两天再走吧 找星哥缓一缓吧 冰冰也不太舒服 这两天 今天中午吃的是 凉拌西兰花 黄瓜胡萝卜 这个 烤鸭还是烧鸭呀 烤鸭吧 看着油 我知道 为什么头疼了 是因为每天吃菜吃的嘛 所以就给你肉了嘛 咱们吃一片 快赶紧吃一片吧 太感动了 终于吃肉了 你的流泪不是因为疼的 好吃 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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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